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后半生最有钱的人都出生在此时 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 而是充满了波折 有些人含着金汤石出生 有些人则需要自己努力奋斗才能够成功 其实生来都有自己的运势 那么从出生时间来看 哪些时间出生的人虽然前半生吃苦不断 但是后半生最有钱 能够称心如意福禄双全呢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 一出生时称 一陈时七点至九点 陈时出生的人命中藏财 而且得财神眷顾 一生财运极大 他们不甘平庸 敢于创新和尝试新生活 所以前半生遭遇的挫折较多 经常得不偿失 但前半生的吃苦是为了给后半生打基础 年过四十的他们具有深厚的福气 气度不凡 日进斗金 日子越过越红火 二 子时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 子时出生的人吃苦耐劳 他们一生都勤勤恳恳 认真工作 认真生活 哪怕遇到困难 也会咬牙度过去 前半生吃的苦 到下半生 转为福 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的后福命 因为他们吃的苦 能让他们收获更多 而且年纪越大 他们享受的福气就越多 尤其是在中年之后 还能够得到财运的青睐 轻轻松松发得大财 整个后半生都在福气中斗过 三 身时 下午三点至下午五点 身时出生的人为人和善 心地善良 在早年的生活就非常艰难 做什么事 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人生甚至是迷茫的状态 不过他们在进入下半生以后 就能够成功地转运 福禄双全 从此脱贫致富 生活 衣食无忧 四 饮食 凌晨三点至凌晨五点 饮食出生的朋友 性情善良 聪明活泼 天生有福禄 尤其是成年离家之后 一路贵人运旺 衣食丰足 前途无忧 因为命离火运太旺 早年多心酸苦楚 又因为命中火运的旺盛 才有了时来运转的好时机 在这个时辰出生的朋友 哪怕年轻时经历再多的辛苦 在中年之后 依旧会时来运转 得命运眷顾 成为有钱人 享受美好的生活 二 出生日期 一 农历五号 九号出生 在五号和九号出生的朋友 命离五行属火 而火 代表着财运 但是也正是因为命离火运太旺 早年多心酸苦楚 又因为命中火运的旺盛 才有了时来运转的好机遇 在这个两个日子出生的朋友 哪怕一生经历再多的辛苦 在中年之后 依旧会时来运转 得命运眷顾 成为有钱人 享受美好的生活 二 农历十八号 十九号出生 出生在十八号 十九号的人 命离注定为吉祥之意 虽然日子只是相隔一天 但是命离倒是差不多 木水都是命离通万物之意 必然有天地合 因此霉运并不会困扰他们太多年 但是出生在这两个日子的人 性格过于倔强 做事要看到结果才肯了结 所以早年大多都是劳碌民 过不上安逸宁静的日子 吃尽苦头 好在他们付出越多 回报就越多 再加上他们有着时来运转的机遇 中年之后定会财源广进 苦尽甘来 三 农历二十号 二十八号出生 命中待财运 事业日盛说的 便是二十号和二十八号 生的朋友们 不过出生在这两个日子的人 终究是需要经过千锤百炼 来获得成功的 因性格太莽撞 总在摸索中犯错的过程中 不过人生会因为这样的艰辛过后 迎来辉煌时刻 看谁能笑到最后 说的也是这两个日子出生的人 虽说前半生历经万难 但后半生必定大富大贵 付出的努力 不会成为泡影 而化作福气 令他们后半生响尽轻浮 三 出生月份 一 农历二月 农历二月正值春回大地 百花开放 欣欣向荣的月份 这个月出生的人 不管男女 性格温顺 一身正气 刚正不阿 为人坦荡 踏实肯干 却六亲无靠 也没有祖先留下的丰厚家产 只能自己白手起家 努力打拼 早年较为辛苦 要四处奔波 中年运势回转 大有成就 万事如意 因此二月出生的人 在早年会过得比较艰辛 甚至还会挨饿受冻 但是到了后半辈子 却能够一飞冲天 将来最有钱的 就是他们了 二 农历六月 农历六月正值种下 天气炎热 这个月出生的人 虽然聪明伶俐 但是此生注定大气晚成 他们有远大的理想 从小就在同龄人当中脱颖而出 智商过人 但是他们在年轻时运势不济 所以没有很好的发展 大多数在终晚年 发家致富 走向人生的上升起 前途不可限量 中年后家业昌盛 生活无忧无虑 大富大贵 因此这种人的命格 普遍属于先苦后甜 先尝尽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之后 再享尽世间荣华富贵 三 农历八月 农历八月出生的人命中待贵 虽然从小出身贫寒 但他们时运好 从小不用很刻苦 就能够学业上名列前茅 就算家境比较贫穷 却能够人穷至不穷 靠着自身的努力和拼搏 去改变现状 小时候日子是过得比较艰难 常常有了这一餐 没有下餐 但是他们善于创新 长大后自己白手起家创业 能够在中年的时候 成为坐拥千万财富的大老板 因此农历八月出生的人 也算是苦尽甘来 付出的努力 全部化作了大大的回报 4.出生生肖 1.生肖狗 属狗的人在年轻的时候 过得十分坎坷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能够遇到小人阻盗 所以属狗的人在年轻的时候 受过很多的磨难 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 一直过得相当的坎坷 但是只要熬过30岁 30岁过后 他们就慢慢的拾来运转 之前的不顺 都会慢慢的变得顺利 尤其是到了50岁开始 他们基本上就可以安享晚年 再也不用为生活中的琐事 而感到劳累 并且他们的儿女也能够大有出息 所以他们年纪越大 财富就越多 2.生肖牛 属牛的人天生就有一股牛脾气 所以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由于自己脾气不好 因此导致自己人缘不佳 因此属牛的人 他们在前半生过得很可怜 凡事都必须靠自己身边 没有贵人支持 六亲无助 父母也不支持自己 但是属牛的人 只熬过年轻的时候 那一段最艰难的日子 剩下的日子 就会止田不苦 日子还能够越来越好 因为属牛的人 他们福气很好 后半生能够得到极星的庇佑 又能够得到贵人的支持 所以后半生属牛的人十分富有 3.生肖羊 正所谓食羊九福全 属羊的人虽然很有福气 但是他们的福气 基本上都在后半生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 他们一般都会经历较多的挫折和磨难 什么样的困难 他们都经历过 什么样的风浪 他们都感受过 因此属羊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变得非常的成熟稳重 再也不像年轻的时候 那样鲁莽 正是由于属羊的人稳重 因此他们赚取的钱财 就会越来越多 属羊的人后半生很富有 自己想要什么 基本上就会有什么 从来不用为生活而感到发愁 4.生肖马 属马人有着功成名就的野心 也有着与远大理想相匹配的实力 无论此时此刻多么辛苦劳累 只要是属马人想要达到的目标 只有实现目标早晚的问题罢了 虽然属马人形式别具一格 有时候甚至不太合群 但是好在极具创造力和韧性 注定先吃苦后享福 终会大富大贵有钱花 以上这些出生时间的人都是先苦后甜 后半生最有钱的人 如果你感觉最近生活很困难 那么一定要坚持下去 因为好日子在后面等着你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